十分鐘系列 目前我寫了三篇 第一篇 是最早的十分鐘 向Land to Tetris學會設計處理器 其實這一篇寫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加上十分鐘 但是 其實它大概也是十分鐘 就可以看完 這就奇怪了 既然十分鐘就可以看完 為什麼我們要上一學期 那我們上一學期 跟上十分鐘 看十分鐘到底差異在哪裡 後來我就又寫了一篇 用十分鐘學會 資料結構演算法和計算理論 三門課 那就有網友在說 這哪有可能 然後呢 昨天我寫了 用十分鐘看懂近代科學發展史 那之後呢 其實我們還會有 用十分鐘了解電的歷史原理和應用 用十分鐘了解機率統計 倍視網路與馬可忽略 和它在各個領域的應用 用十分鐘學會連續函數及其應用 後來我發現 有人看不懂什麼叫連續函數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改成 用十分鐘學會為積分及其應用 那接下來是 用十分鐘學會設計 系統軟體 主義 編譯和作業系統 這基本上就是 系統軟體和作業系統兩門課 所以 十分鐘 還有編譯器有三門課 十分鐘有可能嗎 用十分鐘學會程式設計的那些是 以JavaScript為例 那這個基本上我一年級開了一整年 那再來用十分鐘了解關於人工智慧的那些是 那這個呢 基本上我博士修了一次 碩士修了一次 博士這個考了一次 我唸這本書唸了十年 還沒唸完 OK 那所以 你可以用十分鐘 了解一個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用一學期 學會一個東西 但是 絕大部分的狀況是 我們用了一學期 還學不會那個東西 所以 就有同學 前幾天很急著 老師 這個 Echo怎麼那麼大 奇怪 我明明麥克風已經關掉了 為什麼Echo還是那麼大 來 直接拔掉 啊 這樣 還有Echo嗎 欸 真的沒了耶 所以這次麥克風有問題 好 那前幾天有同學就 集著Facebook解訊給我 但是 還有補救機會嗎 那 我就想 那到底是怎麼樣 什麼情況呢 我說 那你不是說 就拿一本計算機結構 念完之後來找我口試就好了嗎 同學說 可是我就是沒辦法把它當金庸小說看 那 這裡有個問題 各位手上有計算機結構嗎 有沒有人手上有計算機結構 天啊 這門課上計算機結構 沒有任何一個同學手上有一本計算機結構 那我們這門課到底在上什麼 那你們都帶什麼出來 通通都放家裡 就看我們的東西 我告訴各位 另外 Nand to Tetris 坐下來 是很有收穫的 絕對有收穫 我聽說 昨天晚上 不是昨天晚上 可能昨天整天吧 或者是晚上 不知道 聽說昨天晚上 有人開了正名補習班 對不對 是嗎 有去上正名補習班的請舉手一下 有上正名補習班 一二三四 四位同學有上正名補習班 請放下 那正名補習班 到這個時候很紅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同學可能還搞不清楚什麼是正名補習班 就是我們的正名同學 陳正名同學 開了個補習班 那因為我要口試嘛 所以大家 就 通常在禮拜三的前一晚 集合在一起 請正名來教 計算機結構 教你怎麼設計處理器 那不錯 其實 能夠達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就 就代表 各位有在學 有沒有學會呢 很難講 但是 這學期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你還記得一開學的時候我們怎麼上 我們一樣告訴各位我們這學期就用Land to Tetris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給各位自學 但是我發現到了 其中 開始交作業的時候 有問題 而且我們給各位看了一堆影片之後呢 看了那個 北大的 北大的計算機結構那個影片 那個老師叫什麼名字 沒有人記得老師的名字 好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如果你拜入夜問門下 然後 人家問你 你師父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說 好像叫什麼問 那 你肯定 學得不好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有去看夜問第三還是第四集 第三集 第三集 對 那天我去看碰到了一堆同學 那 第一集不是一個打十個嗎 那第二集呢 是一個打百個 對不對 第三集就一個打千個 對不對 如果你有去看這個夜問第三集 你就知道李小龍是夜問的土地 對不對 他一去就說 我很快 然後呢 夜問就給他一杯水 一開始先給什麼 鉛筆啊 什麼的 隨便亂丟 他全部都踢到 後來給他一杯水 然後他也踢了 全身都噬噠噠 然後夜問就開了門 李小龍就走出去 後來夜問要學跳舞的時候說 去找李小龍 李小龍好像是那個 那個舞場的DJ之類的 OK 然後李小龍就問他說 你當初為什麼不收我 又問說 我沒有不收你啊 是我開了門 你就自己走出去啊 OK 那這個扯太遠了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 預數則不答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想要學會設計一顆處理器 你需要 花多久時間 好 你有幾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 你念完整本計算機結構 然後呢 就完了 問題是你念完之後 你學會設計處理器了嗎 你可以把計算機結構 真的有把計算機結構拿出來的同學 告訴我一下 好 目前沒看到 那 所以 就算你看完整本計算機結構 很可能還是 學不會設計處理器 但是 如果你做完Name to Tetris的習題 你學會設計處理器了 但是你了解整個計算機結構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設計一顆 全世界最簡單的處理器 但是這代表我們了解 計算機結構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 計算機結構的課本 就是從你已經會設計一顆處理器開始講 它假設你一開始就會設計一顆處理器了 所以它計算機結構的課本 通常一開始就教你管線技術是什麼 怎麼樣做Pipeline 怎麼樣子分成好幾段 可以平行的做 怎麼樣加快取讓你的電腦速度更快 然後 安達合法則是什麼 然後 多處理器的時候 應該怎麼處理 很多CPU的時候 很多核心的時候 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 這兩件事情 基本上 一前一後 你學會了Main to Tetris 不代表你學會了計算機結構 你學會了計算機結構 不代表你會設計處理器 但是 一前一後 但是在Main to Tetris之前 還有個東西 测學期各位修正門課應該都知道了 對不對 Main to Tetris之前還有什麼 來 回答我一下 Main to Tetris之前還有什麼 在設計科處理器之前你需要會什麼 對 數位邏輯很好 所以 你不就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用數位邏輯考就好了 口試就好了 不要 因為那個計算機結構 我實在沒有辦法把它當金庸小說看 對吧 OK 沒錯 很少人可以把計算機結構當金庸小說看 但是 你去唸數位邏輯你唸哪一本 哦 這一本算薄的 不錯 這一本能唸完 其實就了解了 但是需要唸完那一本嗎 我要告訴你 你走了一條比較長的路 反而Main to Tetris這一條路是比較短 一定會覺得不可能 Nain to Tetris這條路真的比較短 因為你的那一張那個計算機結構 數位邏輯課本裡面的所有東西 在Nain to Tetris裡面 就第一章 第二章 最多到第三章 就把那一本的內容已經全部弄完 對啊 第四章開始是什麼 組合語言 第五章 就CPU和電腦 所以Nain to Tetris 用三章就把你整本講 那我選擇念書 還是我選擇做集體 其實 這個沒有二選一的問題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他沒有二選一的問題 對 那很多人學不會 正是因為他沒有邊唸邊做 他一路唸金庸小說就唸完了 但是呢 那本金庸小說呢 基本上是易經經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唸 很難唸 而且通常還很厚 特別是聖經版 那當你去唸整本的時候 你一學期很快就過了 你根本就唸不完啦 即使你唸那個薄薄的一本 你一學期有七門課 你也很難唸完 更何況大家都很會吧 所以怎麼有可能在一學期唸完 最後就是每一門課都學過 每一門課都沒學會 然後就畢業了 稍微想想是不是這樣 大一城市設計有沒有學會 好像會又好像不會 大部分是這樣 這已經還不錯的 會覺得我真的完全不會 我大一的時候就知道我放棄了 這個就比較糟糕一點 那城市設計有沒有那麼難 對某些人來講或許很難 但是事實上城市設計沒有幾個東西 哪些東西你會宣告變數 會寫衣服 會寫ball 快喔 這些回圈 會選函數 最多再加上會一個物件 就學完了 很多東西嗎 沒有 同樣的數位邏輯 計算機結構有很多東西嗎 其實你數位邏輯 只要學會一個東西差不多就夠了 就是你要學會設計七段顯示器 裡面每一根亮棒到底怎麼設計 從真指表卡諾圖到電路 其實你只要會設計一根就夠了 一根一根亮棒 七段顯示器裡面的任何一根亮棒 你會設計就夠 那一定有人說不夠啊 我們的Nantututris不是有三張嗎 有哪三張 看一下Nantututris有哪三張 前面 Nantututris的前面三張是跟數位邏輯有關的 到底有哪三張 第一個 物靈邏輯 這個就是七段顯示器你會就夠了 但是其實我們的集體不只這個 因為它需要做一些計算機結構會用到的元件 所以你會七段顯示器之後 其實原則方法都一樣 你要會設計多工器 多工器怎麼設計真指表 畫出來 真指表列出來 畫成卡諾圖 弄成電路 還不是一樣七段顯示器裡面的一根 而且七段顯示器還有四個輸入 這個多工器 只有三個輸入一個輸出 應該更簡單 對不對 解多工器 這個兩個輸入兩個輸出 幾個輸出無所謂 只要不超過四個輸入 就都可以用真指表 卡諾圖的方法來做 不超過四個輸入都可以這樣做 好 再來 其他的都是 就把它弄成16位元而已 根本沒什麼 對吧 接下來呢 第二張 交的是什麼 交的是半家器 全家器 16位元加把器 alu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一樣是從第一張來的 半家器 兩個輸入兩個輸出 真指表 卡諾圖電路 全家器 三個輸入兩個輸出 真指表 卡諾圖電路 再做一遍 16位元加把器 基本上你有了全家器 串16個 就是16位元加把器 alu 基本上你有加把器 再加上 邏輯的and or not 就是alu了 好 這樣第二張就完了 接下來第三張 就是數位邏輯裡面 很可能 很可能 氣段顯示器 學會了之後不夠的地方 那個不夠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bit 但是 重點是 dff 正反器 d型正反器 ok 你只要學會 d型正反器 剛剛正名補習班的同學 通通都遲到 對不對 因為昨天睡過頭嗎 好 ok 沒關係啦 這是好事 這不是壞事 昨天睡過頭 代表你們有努力 好不好 好 那 dff 這個叫正反器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循序電路 什麼叫循序電路 因為它的電路出去之後還會倒回來 有倒溝 這種有倒溝的電路 就是循序電路 倒溝之後 它可以把一個位元鎖在裡面 這種就叫正反器 有了一個位元可以儲存的 那就可以儲存16個位元 就是暫存器 能夠儲存16個位元 那就可以儲存8組16個位元 那就是RAM8 再往上那就是8個8組16位元 8864 RAM64 8個64字組 那就是512 8個512字組 就是4K 8個4K 沒有這不用8個4個就好 為什麼 因為 最後 它最大就用到RAM16K 因為整個 它最大的定時空間只有32K 而且後面要留給螢幕和鍵盤 所以 前面就只要16K就好 最後再加一個PC 這叫程式技術器 為什麼要加PC 因為 後面的CPU要用 OK 然後呢 接下來就已經不是 計算機結構的事情 但是 你還是得了解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計算機結構 得要從組合元開始 你不懂組合元 就不懂計算機結構 你沒辦法設計組合元 你就設計不出計算機結構 設計不出計算機 你沒辦法設計組合元 沒辦法設計出指令級 你就沒辦法設計CPU 但是 相反的 你沒辦法設計CPU 你怎麼知道指令級是什麼 所以 這裡的問題 就是機生蛋 蛋生機 你第四章 第五章 一定要看來看去 看來看去 如果你只看第四章 那你就會發現 我不懂 我只看第五章 你會發現 我還是不懂 看了第四章之後 再看第五章 最後再看第四章 再看第五章 你就會懂 OK 當然這是要表示 你很努力看的情況之下 那這學期 其實 絕大部分的同學 目前到目前為止 在這門課上面 都還在 做垂死掙扎當中 但是有個同學 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補習班老師 正名同學 為什麼印象深刻 因為 起初的時候 陳正名同學 上課跑來問 老師 你講什麼 我都不懂 說 這數位邏輯不是學過 可是我數位邏輯 我也不懂 他到底在教什麼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回去 把數位邏輯課本拿來 你每個禮拜就把它帶著 然後你就看他 我們 拿一個習題 你不會 你就去把裡面查出來 裡面 在前三章的 裡面都有 好 所以呢 我發現 正名同學 很認真的 就把那個帶著 然後呢 就看 然後 當他不會的時候 他怎麼做 就是我們其實 上課也都沒上課了 後來幾乎都沒上課 對不對 如果我們用翻轉式的吧 讓各位自己寫習題 最多 有人問問題的時候 我才解答 沒人問問題的時候 我就閒著 好 結果呢 這種方式 對某些人有效 OK 那特別是 我覺得對他很有效 有效 但是為什麼對某些人沒效 這個 每個人 學習 態度 方法 通通通都不一樣 通通都不一樣 但是 我覺得 你要學好一個東西 態度 決定一切 如果你心裡就是想著 我沒有想把它學好 那你肯定就學過好 但是 如果你 就是覺得 我一定要把它弄懂 那你就學得好 同樣的 Land to Texas這門課裡面 前面的硬體這一半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你就會把數位邏輯課本拿出來 不只數位邏輯課本 你可能會去 找計算機結構的書 再拿出來看 這時候 你兩個搭配來看 你就容易懂 但是 你需要整本看完嗎 能整本看完當然是好的 但是 常常 沒辦法 我常常不會整本看完 就算你整本看完的 你還是不懂 所以證明有整本計算機結構看完嗎 沒有我上禮拜才給你一本 他沒有看完 但是他CPU已經設計完了 為什麼 就牽涉到一件事情 這是為什麼我會寫 這一篇投影片的原因 我們到底在寫什麼 來 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篇是為各位寫的 大學的時候我修計算機結構 也修過數位邏輯課 但是我沒修計算機結構 我們大學 我應該沒修 就算有修我也忘了 而且我自己看了計算機結構的書 那時候那本書裡面有四位元的處理器 那本算成十五的書 後來研究所我就念的都是很理論的書 研究所的時候計算機結構是必修 博士班還是必考 而且你沒有考過那個叫資格考 你沒有考過資格考 你是沒有資格參加口試 OK 而且兩年之內一定要考過 不然你就要退學 OK 所以算來我整個念了三次的計算機結構 但是 我有懂嗎 如果我懂了我應該有能力設計處理器和整台電腦不是嗎 計算機結構講的不就是這件事嗎 後來 這個後來已經很後來 博士畢業 我又在松下工作 其實我還沒畢業就在松下工作 那工作 後來 松下完了就來這邊 其實在還沒畢業的時候我還搞過很多事 去開公司要幹嘛的 我跟同學開公司幹嘛 後來公司倒了 又回去念博士 念博士再去松下工作 很長的一段時間 最近其實有一個好新聞 不過各位不見得有機會 什麼新聞呢 現在台大為了要留住他的老師 每個新老師都加6萬 那不只喔 他最近還提出 如果你是台大碩士 你職工博士的話 每個月都給你2萬4 現在也是搶人大戰 為什麼 因為博士班沒有人要念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各位真的有心 想要走 比較偏懸術的這種路 現在其實是好機會 OK 你就直接去考台大碩士 然後呢 實生他的博士 我相信台大這樣做 搞不好清大教大也會跟進 有可能 那不過 到底錢怎麼來 這可能是個問題 這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其實 有時候是這樣 很多人就要看說 欸 到底未來什麼好什麼不好 然後我應該走哪條路 這個就跟玩股票一樣 你永遠看不準 那 很多迷思 舉個例子 你看現在說 OK 念博士沒有前途 但是其實念博士本來就不是為了要前途的 如果 如果你心裡面有想要了解 某些事情 很深入的了解的那種動力 你就可以試著去念 博士就是為了這些人 而設計 好 而且不只是了解 你還想要做得很深入的研究 那你就適合念博士 那至於前途呢 我的習慣想法是這樣 人多的地方 基本上就不太有前途 為什麼 因為競爭對手多 因為競爭對手多 你要一個打十個啊 一個打千個 沒有那麼厲害嗎 好 那 人 少的地方 往往 往往 會峰迴路轉 常常很有前途 當你看到 一片森林 一片草原 通通都沒有人 那當然你要小心 裡面可能有 食人族或怪獸 但是 如果沒有呢 那你就擁有了整片森林 整片草原 OK 所以 到底要不要念 繼續念上去 建議各位 每年都有很多同學來問 現在大概也就是各位這班 會跑來問我的時候 我先告訴你 不用再來問我 好不好 誰適合念碩士班 誰適合念博士班 好 如果你是為了 聽說念碩士班之後 薪水會比較好 那我建議你 不要念碩士班 聽說念博士班之後 出路會比較好 那我建議你 不要念博士班 那 除了這個以外 任何的理由 任何的理由 你都可以去念 好 什麼理由 譬如說 我就是喜歡 喜歡 人工智慧 好 我就是想要做出一個 全世界都做不出來的東西 好 你很適合去念博士班 雖然 雖然過了十年之後 你很可能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你很可能沒有做出那個全世界都做不出來的東西 但是你應該會有收穫 OK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 念博士班 出來薪水比較好 那真的 建議你 不要去念 好 所以 不需要再來問我這個問題了 請各位自行決定 好 那 回過頭來看 那時候我們還叫金門技術學院 我來的第一年是金門技術學院的第一年 那大概已經是12年前 然後大概十年前 或九年前我教過了一次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心虛 為什麼 因為我沒設計過電腦 我教計算機結構 我沒設計過電腦 我居然教計算機結構啊 那我到底在教什麼 上課到課本念就算念完了嗎 就算教完了嗎 但是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做的啊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學期採用不同的方法 我採用Name to Tetris的原因 因為如果我這樣交往 我覺得 我的良心很不安 但是Name to Tetris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可以用不同的教法 雖然 這有缺點 什麼缺點 等一下你會看到 所以我決定自己設計處理器 自己設計整排電腦 那當然我可以選擇用麵包板來插電腦 用麵包板插出一整台電腦 各位可以想像吧 應該可以 但是你很可能會發現 麵包板上面的洞不夠多 對不對 接不起來 最多只能插四個位元的電腦 那叫計算機 而且只能算到16 就沒了 所以這個很困難 為什麼 萬一哪一條線插錯了 這個插寫錯了 或接觸不良 那我就掛了 問題是他還要很多的邏輯雜 你知道那個邏輯雜晶片長什麼樣嗎 鄭德老師那邊應該都有什麼七四系列的 有沒有 七四XXX我都忘記到底是什麼了 那一顆就這麼大了啊 那你要插在麵包板上 問題是七四系列一個只有四個邏輯然後八個 那你要多少個七四系列你才可以插出一個16位元的加把器 他不是只有16位元的加把器就夠了 所以 這個東西在從前老師為什麼都不交實作 是有原因的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如果你有FPGA版 我們寫的那個硬體描述元 各位這學期所寫的那個Name to Tetris的硬體描述元 叫Hack HDL 他基本上是不能燒到硬體裡面 不過你只要這個概念學會了 你把它改寫成Vlog 其實我就改過了 你就可以燒到FPGA裡面 燒進去之後他就是一顆CPU 就是一台電腦 你就可以跑程式 我有把Name to Tetris的Hack CPU 改成Vlog版 放在程式欄雜誌的其中一起 好 我用Eclass Vlog去編譯 執行 沒有問題 但是我這一顆沒有放上FPGA去跑 不過我有另外一顆之前設計的MCU0和CPU0 我有放到FPGA上面去跑 可以跑 好 那所以這個方法 會比較容易處理 我們就不用擔心接錯線 接觸不良 邏輯答不夠這些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學VHDL和Vlog 來寫硬體程式 各位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設計硬體為什麼要寫程式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學完Name to Tetris 你應該很清楚 設計硬體寫的程式 跟設計軟體寫的程式 長得不太一樣對不對 那個所謂的硬體程式 其實是一塊一塊 組合出來的 跟軟體程式 一點都不像 不過如果你學的是Vlog和VHDL 你會發現還真的有點像 為什麼 因為Vlog和VHDL 它有很高階的語法 它有always 它有if 它甚至有for 只不過在這種硬體描述語言裡面 最好不要用for 因為for一展開的話 是一坨拉庫的 的電路 會變得很複雜 那你學了這個之後 你就真的可以拿來 設計處理器 設計電腦 一樣你就從and or not開始 建構半加器 全加器 30位元加把器 或16位元 Name to Tetris 16位元 然後用and or not 來建構正反器 暫存器 這個 Name to Tetris裡面 直接給你一個DFF 沒有叫你設計 但是是可以的 你直接拿and or not去接 是可以接出一個DFF OK 有了之後 那你就可以一路建構出 佔存器 記憶體 看你要多大的記憶體 都可以 所以 Name to Tetris 它強迫要求你要從最底層開始 一路上來 建上來 這是很好的 那有了 32位元或16位元加把器 你就可以設計 算數邏輯單元 LU 然後 接著你就可以設計處理器 但是這一段 你一定要 看著別人的範例 才有辦法做 我曾經試著自己做一遍 我都做到最後 計算機結構都被我翻爛了 做不出來 就是做不出來 為什麼 你沒有相對的經驗 這裡需要經驗 但是你一旦設計出 Name to Tetris的hack CPU之後 你之後自己 你就可以再去設計另外一顆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提問 你就可以發現說 設計CPU 其實是可以完全不一樣 Name to Tetris的CPU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奇怪 但是 你自己設計的CPU 你可以不用設計那麼奇怪 好 所以我雖然 念了三次計算機結構 我還是卡住 我設計不出來 設計出來了 也不能運作 那我真的把它設計出來 但是跑飛六個就失敗 好 那 我們寫程式的人 會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程式寫不出來的時候 現在 網路上面 絕對有人可以設計出這種東西 你就去找 後來 後來我找到一個 華盛頓大學的 Richard老師所設計的 處理器 然後把它看懂 那是VHDL寫 看懂之後 我就 就測試 然後呢 了解 了解 它的內容 接下來 自己嘗試 重新設計一顆 所以我就設計出來 OK 所以現在各位已經設計完HackCPU之後 其實你可以嘗試自己重新設計一顆 你可以用HackHDL去測 但是不建議 一旦你設計HackCPU設計出來之後 你可以用Vlog或VHDL直接去寫 概念幾乎都一樣 只是要熟悉那個語法 好 那去年或前年吧 我忘了 在上記專機結構的時候 我就拿自己設計的VlogCPU當範例 那個叫CPU0 也就是各位系統程式裡面學的那一顆 但是 很多同學覺得太難 很多同學學不會 那這裡當然有原因 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 同學不夠用功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我教的不好 但是我已經盡力把那個程式簡化 就是怕大家看不懂 而且我們前面也都有教 我還專門為他寫了一本書 你在我們課程網站上面 你就會看到那本書 那裡面一樣從end or not開始教 但是CPU0本身或許還是太難 所以我要設計一顆更簡單的MCU0 隔一學期我又拿來教 但是 還是有很多同學沒有學會 那 問題在於 上課的時候有些同學 沒來 對不對 另外 來了沒聽 聽了不會 沒問 有聽又有問的同學 後來我發現 都學會 但是 剩下幾個呢 兩個 那學期就兩個設計書 其他的 全部掛點 所以上學期我就跑去Coursera 看Name to Texas這門課 這門課我已經知道三四年 但是 沒有影片 一直到上學期我才發現 有影片了 好去看 覺得教得太棒了 他連那個錄影品質都錄得很好 所以 我就覺得 可以用他來當 線上課程 而且當作計算機結構的主軸 但是 你要注意一點 是當他 把他當主軸 但是不是只有他 如果只有他的話 你的計算機結構 是學不夠的 所以你回去 還要再去看 計算機結構的書 所以為什麼 我上禮拜 拿了一本書 給陳正銘就是這樣 因為他現在已經學會了 CPU的設計 他再去看 會非常有感覺 不只這門課有感覺 其他課也會有感覺 只要跟硬體相關的課 甚至是跟 系統軟體相關的課 你都會變得很有感覺 為什麼 那 後來證明跟我說 對 上這門課之後 我發現作業系統 講什麼 我比較清楚 OK 為什麼跟作業系統有關 作業系統裡面 其實牽扯到的 都是非常底層的硬體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 CPU是什麼 你不了解 電路是什麼的話 你就很難知道 為什麼 在作業系統裡面 要弄出 分段表 分頁表 分段分頁表 要弄出 基底 基底限制散存器 要弄出MMU這種東西 要再加上快取 為什麼 要做成管線 那 為什麼編譯器 要配合管線 效能才會好 這些問題 如果你計算機結構 沒有學 你就去學作業系統 你就覺得說 OK 我應該就會了 事實上 你會發現讀不懂 很多東西你會覺得 對啊 課本是這樣講 但是為什麼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這一段通了 你後面再去看 你會發現 你要仔細去想 為什麼MMU要設計成這樣 為什麼 快取要設計成這樣 為什麼 要設計成 分段 記憶體限制散存器 為什麼要做 記憶體的範圍管理 OK 你就會開始 對硬體和軟體 這部分都有概念 所以我們就 讓大家用 Nand to Tetris的習題 來學計算機結構 但是再次強調 它不是全部 OK 你還是應該去看 計算機結構的書 那這樣你就會設計 處理器 會設計電腦 如果你連一台 最簡單的電腦 都設計不出來 然後去拼命看 教科書裡面 那種有一大堆 Pipeline管線 的複雜電腦 然後計算 要加多少快取 才能夠得到最好的效能 這 就是我 碩士班和研究所的時候 老師教我的事情 我不想再用這種方法 再教各位一遍 因為我覺得 那很心虛 其實我相信 當初教我的老師 他應該會設計 但是 他沒有這樣做 可能食物就是有困難 幫你把這個困難降到很低的程度 他已經把每一個洗衣題的框架都寫好 讓你去填內容 而且他已經把所有開發工具都準備好 接下來把所有測試的測試檔通通都寫好 你只要寫好去測試 有過就是OK 沒過就是有問題 就要去Debug 已經做到這個層次了 我想很難再做得更好 所以如果我們只會 在課本裡面的那些理論 到底計算機結構是什麼 計算機結構有一本聖經版的白鑽盤教科書 這本書是誰寫的呢 如果你去考研究所 你還是要念那本書 OK 而且他有兩本 一本可能是給大學的 另外一本是給碩博士 但是其實我覺得 那本給碩博士的 其實碩博士都讀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的碩博士都沒有設計過一顆CPU 好 那 白鑽盤教科書 其實我覺得它是寫給誰看的 先講它的兩個作者 第一個作者 是前史丹佛大學的校長 第二個作者是MIPS的發明人 MIPS是一顆 就是 當初為什麼會有所謂精簡指令及Risk CPU 為什麼會有管線CPU 就是從Risk開始 就是從MIPS開始 那這個MIPS的發明人 在業界是有 無比重要的地位 好 那這兩個人何寫出這一本書 你想想看 這是為什麼它會變成聖經的原因 但是它絕對不是寫給 大學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的同學看 它比較像是寫給Intel和AMP裡面工作 已經設計過十顆主理器的人看 所以它裡面都在算 告訴你 怎麼樣子可以讓CPU最快 為什麼加管線 為什麼加快取 通通都是為了快 這個 周星馳的電影裡面有講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你在商業市場上 你的CPU設計出來 成本比人家貴 速度比人家慢 你這顆 就是浪費錢的東西 沒有用 但是對學生來講不一樣 你有可能 你設計的第一顆CPU 就是全世界最快 成本最低的CPU嗎 不可能 所以 對市場跟對學生來講 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對市場來講 它是很殘酷的 你要生存 但是對學生來講 它是要以建立基礎 學習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 對學生來講 你應該常常去重造輪子 但是對市場來講 輪子已經發明完畢 你再也不需要去重造輪子 你最多只要把目前的輪子 再改進就好 在學校我們做的是什麼工作 就是 教各位怎麼做輪子 未來各位出去工作的時候 你面對的是什麼環境 就是我要怎麼把輪子做得更好 如果你在學校沒有學會 怎麼樣子重造輪子 你會希望自己未來出去工作之後 所設計的第一個輪子 就是全世界最好又最便宜的嗎 那就天方夜談 所以在學校 分在業界 是要分開處理 你學 設計CPU在學校一定是設計最簡單的 但是你要看懂 書裡面的那些東西 等到你出去之後 萬一你真的碰到了那個領域 需要做那個工作 你就有辦法 足夠的基礎 有足夠的基礎 可以去面對那個世界 但是你如果現在去學最新的東西 你的基礎不穩 你很容易就被打死 而且世界變化很快 你現在所學的最新的東西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已經沒了用 所以有很多同學 一進大學 我記得有一個同學跟我講過這樣 他說 我進大學就是為了學Java 可是呢 我們系上幾乎都沒有開Java的課 OK 我後來聽到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交交吧 但是後來我想想 這個同學根本就在逃避 這個同學在找藉口 找一個藉口讓自己不要學 或者他心裡確實是這樣想 但是 他的觀念很有問題 程式語言變來變去 你所要會的 就是 變數宣告 衣服 回圈 函數 物件 你需要會的是這些 而不是Java 你需要會的是這些程式能力 而不是任何一個程式語言 如果你只會一個程式語言 你會發現 他很快就過世 但是你需不需要學一個真正的程式語言 絕對需要 而且你要學到什麼程度 你要學到很精通的程度 因為只有透過學程式語言 你才能夠了解程式語言的世界 沒有游泳的人 沒有下水的人 是絕對學不會游泳 你可以在岸上 聽老師講的頭頭是道 然後就學會游泳嗎 這是絕對不可 學程式也是一樣 很多課程也是這樣 好 所以 白算盤不是學給念大學之工系的學生看 那我不喜歡白算盤 那當然 也不會喜歡紅算盤、綠算盤 其實 我看到 Lang2Touches這門課的時候 我自己上網 我把旗題從頭到尾做了一遍之後 我發現他可以用 OK 所以這學期你們上到這個 下學期 你們三年級應該沒有這方面的課了 除非你被當 那你就還會見到我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被當是件好事 如果你今天就這樣過了 那 對你來講 其實 反而是壞事 所以 今天 我來幹嘛 我不是來給各位 口試讓大家過 我是來告訴各位 你好像應該重修 或 我覺得你差不多你可以過 好 那 Nand2Touches不會教你白算盤、紅算盤 也不會教你管線和快取 他會直接教你從 Nand開始建構出基本原件 而且這個有去做洗衣題的人應該都學會了吧 有沒有人現在還不知道 Nand怎麼樣做出and Nand怎麼樣做出not Nand怎麼樣做出so 如果現在這些不會 我Nand怎麼樣做出all 然後他從 這裡開始 基本原件還包含哪些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就是多工器 和解碼器 Math和DMath 這兩個 會了之後剩下的就是位元素的問題 到底是幾位元 極選極 對吧 然後呢 第二章就開始 全家器 LU 暫存器 第三章 第三章暫存器 記憶體 第四章 組合元 機器碼 第五章 CPU 電腦 好 Nand2Touches的CPU真的長得很怪 所以很多同學到第四章就卡住了 對吧 因為你看不懂他的組合元 後來我有跟大家解釋他的組合元 那是很可能有些同學會覺得太晚 可是為什麼我不一開始就去解釋 其實有啊 我一開始有講 只是大家都沒有聽到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們不管怎麼講 其實是沒用的 為什麼 因為你沒想過 你沒有去做過 你沒有那個困惑 你沒有疑惑你就不會提出問題 你不提出問題 你就沒有真的想過 所以我們一開始講有什麼用 沒用 一直等到有同學跑來問的時候 我們講才是有用 而且通常還要hold住一下 我先單一個同學解答 解答到我發現有第二個同學來問的時候 我就在黑板上講一遍 這時候我就看到很多同學跑到前面來看 他們開始真正試圖去了解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時候才有可能真正學會這件事 否則我一開始就告訴你 Nandu Tetris的Fact CPU的指令級 那你不是早就學過CPU0的指令級了嗎 只不過長得不太一樣而已 好 但是Nandu Tetris的CPU指令級 雖然很奇怪 但是它的電路設計卻非常的簡潔 這也是為什麼它要設計那樣的指令級的原因 而且要考慮到它是16位元 這點為什麼它要兩個兩個一組 因為A型指令要把後面的東西盡可能的留給位置 否則它沒有辦法存取到足夠的記憶體 好這些習提老師都設計得很好 它可以讓你一步一步像爬樓梯一樣的爬 不會跳空 設計的不好是怎樣 設計的不好就是 它一開始就給你一座 五米高的牆 叫你要上去 不給你任何工具 這時候很多人直接就掛點在那裡 然後如果你這時候有個不爸爸 給你請家庭教師 然後就可以幫你弄個樓梯 甚至直接開始升級把你調上去 但是絕道部分的人不可能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得像爬樓梯一樣 一步一步的爬 Man2 Tetris絕對有做到這一點 你只要跟著習提一提一提做上來 你就會學會一顆處理器的設計方法 你就可以學會建構出一台完整的電腦 那怎麼樣設計處理器 是Man2 Tetris整個硬體課程的核心 但是這不是Man2 Tetris的全部 它第六章教什麼 教你怎麼設計主義器 那就是系統程式的內容 第七章教什麼 教虛擬機 第七章第八章都是虛擬機 第九章第十章都是編譯器 第十一章是作業系統 所以它也就是把系統程式的那些東西 全部請你自己做一遍 我還記得各位上系統程式的時候是怎麼樣呢 我們說寫一個主義器可以比期中考期末考 結果很少人寫主義器 就算寫了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人 是拿我那個去改 但是我後來發現他真的懂了嗎 我後來其實非常大的質疑 非常大的懷疑 可是那些人已經盡力了 為什麼 或許我們的東西太難 但是或許 很多人的基礎不紮實 什麼基礎不紮實 C語言寫程式的基礎不紮實 導致你後面沒辦法自己寫 C語言寫程式或者是不管任何語言 其實Man2 Tetris 我是用JavaScript寫的 任何一個程式員 你只要夠紮實 你都可以寫主義器 雖然速度比較慢一點 沒有關係 JavaScript也可以寫主義器 也可以寫編譯器 也可以寫作業系統 只是後面 需要加一些函數 那些函數可能必須要有人提供 或者是你自己用C把它做完 把什麼函數做完 記憶體映射書出入的函數做完 就可以 你就可以寫作業系統 所以 各位 這學期的東西 其實是倒著過去接上你的系統程式 所以你現在重新再去看看一次系統程式 你就會發現不一樣 你不要只是看 你就把Man2 Tetris的第六到十一章 十二章 通通做完 你就會系統程式 你就完全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這又是一個更艱苦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前面我們的CPU設計完 你用了幾行 絕對沒有100行 對吧 最多一顆CPU 那一顆CPU大概30行就做完 可是你要寫主義器 你大概要用幾行 100行 可是這兩個是不同等級的東西 為什麼 一個是硬體描述語言 一個是軟體的 那完全不一樣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寫編譯器 那更長 大概300行 以上 其實市面上的編譯器是幾行 光是GCC 就好幾百萬行 所以300行 超級短 超級短 上次翟瑟夫寫了一個 700行的立即編譯器 我還在城市人雜誌專門為他寫了一期這個 Ruby這個編譯器 超棒 立即編譯 就可以執行 執行速度超快 那 在 資工的課程裡面 這一段很重要 不過 對各位未來來講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各位未來走哪一個領域 走哪個行業 真的不清楚 但我相信 程式能力 以現在的世界到哪裡都有用 大部分的情況都有用 可是其他的就不敢講 你會碰到編譯器嗎 絕大部分人碰不到 你會碰到設計CPU嗎 絕大部分人碰不到 那為什麼還要學 如果我出去不會碰到設計CPU 我出去不會碰到設計編譯器 我為什麼要學 學計算機結構 為什麼要學編譯器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大學 大學的設計本來就是讓你學很多用不到的東西 這叫大學 你學很多用得到的東西 那叫技術學院 或者是專科 技職 好 大學通常就是 教你學很多用不到的東西 有沒有搞錯 你學微積分什麼時候用到了 你去菜市場買菜用到微積分嗎 那你什麼地方用到微積分 但是要不要學微積分 但是要不要學微積分 如果你今天 做的工作 就是日常的工作 你不需要學微積分 你絕對不需要微積分的 但是為什麼自工需要學微積分 是為了很多 後面 你在某個情況之下 會突然冒出來一些東西 那種東西 你沒有微積分的基礎 你就念不懂 什麼東西是你沒有微積分基礎就念不懂 你去修修趙老師的影像處理 你會看到負利的轉換 有同學跟我說 老師你 大一的微積分也是你教的啊 你有教到負利的轉換啊 但是你自從積分那邊我就聽不懂了 然後負利的轉換更不用講 那很正常 可是大家有問嗎 你又拿出來問我說我聽不懂嗎 如果你有像這次 設計CPU的這個課 投入一樣多的力氣 投入一樣的態度 就是要把習題做出來 就是要把它學會 那 你負利的轉換也可以學得會 沒有那麼難 可是問題是 你當時不知道學負利的轉換要幹 雖然我已經很努力告訴你 譬如說 負利的轉換可以用在影像處理 可以用在訊號處理 可以用在語音處理 可以用在電磁波上面 你沒有感覺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講影像處理 沒有講訊號處理 沒有講語音處理 也沒有講電磁波 又怎麼可能會對負利的轉換有感覺 所以 大學的教法往往是 先學起來等 等到有一天你會用上 這在幹嘛 這在扎馬步 扎馬步 讓你的筋骨強健 但是不告訴你劍法怎麼用 可是 一旦你筋骨強健了 等到你真的用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跑得比別人快 你的劍速比別人快 你的動作比別人好 你很容易 就可以學會 而且用上 但是 這個想法 往往是不太對 為什麼 以目前的現況而言 你學了微積分 你扎了馬步 最後你萬光 等到你學影像處理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 從微積分上面 得到負利的轉換 然後再去學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的老師會不會教 負利的轉換 大部分不會 所以先學起來 只是多花時間 並沒有得到 練身體的好處 但是這是跟心態有關的 適合念大學的是什麼樣的人 適合念技職的又是什麼樣的人 適合念技職的就是 一開始我就覺得我想要 想要直接做東西 那就是技術 念大學的是偏理論 一開始我只是想要 了解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我想要了解 很多看起來 表象是這樣的東西 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種是適合念大學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沒有分了 因為台灣的大學和技職 教的都是同一套 好 好 所以Lutertius這邊我就不用講了 各位一看就很清楚 如果你做過習題 這些就是你這學期所做的 所有事情 OK 那 你完成第一章 接下來第二章 好 接下來 第三章 好 這一段 等一下再來好不好 我們再來講課 好 這裡 這裡有個問題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常常有個困難 你學一個東西 往往需要經過這三個階段 劍三是三 劍三不是三 劍三又是三 以這門課為例子而言 你往往要看到 你往往要看到 OK 一台電腦 我用它 打指令 它會出現結果 弄滑鼠它會動 這個是劍三是三的階段 但是這門課要做什麼 但是這門課要做什麼 這門課要讓你見三不是三 這台電腦 這台電腦它為什麼會動 之所以會動 不是因為它有螢幕 不是因為它有殼 而是因為 它裡面 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那個東西很小 你看只能看到一團漆黑 但是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個山已經不是山了 你要看到它上面的每一棵樹 每一片樹葉 然後 你再去把這些樹 這些樹葉組合出來 變成一整座山 最後 你又回到劍三又是三的狀態 但是 這個東西 有時候很難 如果一個人 他還在劍三是三的時候 你告訴他 三不是三 他會怎麼樣 白痴啊對不對 接下來 他進入第二階段 劍三不是三的時候 你告訴他劍三又是三 來說 你根本就是一年級的小學弟 道行不夠 還來教我們 對不對 等到他到了第三階段 劍三又是三的時候 這時候我還教他幹嘛 他已經會了 不需要我教 那這就是很難突破的地方 可是就是要突破 但是其實最難突破的不是技術問題 不是老師怎麼教 最難突破的是什麼 是各位的心理障礙 你想不想把他學會這個心理障礙 沒有辦法突破 你肯定學不會 不然 不然 舉個例子好了 你教我一件事 是我不會的 然後就坐在那裡 導致我就是不聽 你教會我啊 你教會我 不可能吧 所以你要先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 我為什麼要學這個 如果你沒有辦法突破這個障礙 你這門課直接退選就好 可是不行啊 這是必修 各位是必修嗎 對啊 這就是問題 我們的課程制度裡面 要求各位 這麼多必修 可是必修又不想修 最後就是想辦法過 但是你還是不認同 我應該學會這門課 老師又要讓你過 這對你和對我來講都是個折磨 要嘛我放水 要嘛你作弊 所以考試不作弊 明年當學弟 所以吧 但是 這兩條路都很糟 一個是我欺騙自己 說大家已經學會了 一個是你欺騙自己 說我已經學會了 然後作弊解決 比較好的是什麼 比較好的是 比較好的是 OK 我從開學 一直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可以用第二管道 第三管道 自己提出 評估的方法 來找我 我讓你用那個方式過 你不痛苦 我也不用欺騙自己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人 提出了這種第二第三管道 你所遵循的 也只不過是 我最後開給你的一個管道 就是 念一本書 來找我口試 很多同學到了這時候 還開始把數位邏輯拿出來 計算機結構拿出來 然後找我口試 你已經落入我的戰場了 你怎麼跟我玩 你一定玩輸我 主審是我的 裁判是我的 球員是我的 你怎麼跟我玩 所以 到了這個情況 你必敗無疑吧 你如果一開學 就直接跟我提說 老師我要用這種方案 戰場就是你的 主場就是你的 你有很多本錢跟我玩 現在到了期末最後一堂課了 你沒有機會跟我玩 抱歉 你要嘛就是 學會他 要嘛就是 重來一次 我很少跟同學講這種話 但是 以往的經驗 我發現 我發現 不把這種事實講出來 我們最後還是回到那個狀態 要嘛就是我騙自己 要嘛就是你騙自己 記得 修這門課 不管以後修我什麼課 一開學你都有機會 直接跟我提 我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甚至到了其中 你還有機會跟我提 因為你知道 這門課我真的學不會 因為你知道這門課我真的學不會 但是其實極少 如果你有動力要把它學會 你就學得會 絕大部分是 我們自己認為自己學不會 最後真的學不會 好 那我們上課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上次有一位學長 去台科大念研究所 他在Facebook上面 我在談白算盤的問題 他說 他修我計算機結構都聽不懂 那就是我上次用Vlog 教他們的那一屆 那兩屆之一 然後他說 為什麼我們不教白算盤 我心裡就 就雪特雪特雪特 為什麼 我想問他說 那你修的整個學期 你有問過一個問題嗎 你整個學期怎麼都不問問題 都不提出來說你聽不懂 你一直到畢業都沒有告訴我這件事情 然後你去台科大了 念了碩士你告訴我說 你聽不懂 為什麼不用白算盤 我跑去台科大教你 我跑去台科大教你 好 那這也沒辦法 這能怪他嗎 我當初也是這樣 我不會設計CPU 我還不是考了三次的計算機結構 我還不是博士班資格考考過了 我也知道研究所會考白算盤啊 所以我也念啊 我從小每個人都像王語焉啊 怎麼樣 背書背書就是為了讓表哥開心 但是你們是為了讓表哥開心嗎 不是 你們是為了讓爸媽開心嗎 爸媽叫你不要念 爸媽沒有叫你念你會念嗎 他們送你來上大學就是說 你如果沒畢業我很丟臉啊 你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就是 就是家庭的恥辱嗎 是嗎 最後拿了那張紙回去 OK 工程生退 這輩子再也不用考試 就這樣 各位今天好像是來被我罵 不過我很少罵人 你上過我的課就知道 我大一到大三文我罵過你們嗎 但是 很不幸 各位今天就是來被我罵 你設計出來 你這樣一個一個做出來 如果你有心想要做 你會做得出來 老師所準備的 老師所準備的教材 絕對是讓你一個樓梯一個樓梯踏上去 只要 你的腳沒有癱瘓 你就爬得上去 所以 到困難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 Name to Texas的教材不夠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第四章 這時候你來問我 我可以幫助你跨過那個門檻 證明在第四章卡了很久 最後他通了 我記得去年也有一個同學 他已經畢業了 那時候呢 他們也是 Waylock都學不會 但是有一天 我在吃飯 學餐的時候 碰到他 就坐下來跟他一起聊 我那天跟他聊了三個小時 從十二點聊到三點 然後呢 隔週 他設計了一顆CPU給我 我想哇 這效果怎麼那麼好 原來我上課其實都沒笑 聊天很有用 所以我現在很喜歡跟同學聊天 不過 會來找我聊天的同學不多 目前最常跟我聊天的就是二年級的魏里謙 我每次跟他聊天 大概都聊三個小時以上 很多時候 我們從中午 吃飯一直聊 聊到什麼時候呢 聊到發現 人家晚餐已經準備好 我沒有留下來繼續吃晚餐 因為要回家了 不然會被老婆罵 但是 我發現這個有效 但是在課堂上面怎麼講 都是沒效 所以 當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這就是 你應該提出問題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 好 那 這背後有牽涉到很多理論性的問題 實作性的問題 OK 那這些理論性的問題 很多 你沒有念過計算機結構 所以你看不懂 這時候我可以幫你 你沒有設計過CPU 所以你不懂 這時候我可以幫你 但是如果你沒提出來 抱歉 我不知道你問題在哪 我也不可能幫到你 你不要等又去台科大之後 再告訴我說我們為什麼不用白算牌 這就是很多同學問題之所在 因為這顆CPU長得很奇怪 主而言不會寫 那 你只要會寫一架到一百 其實我當初在 在系統程式的CPU0 我們也是寫一架到一百 也是寫一架到十 一架到一百和一架到十 只不過初值不一樣而已 其他都一樣 那 那 這些其實你都學過一遍 只是 它的架構不一樣 現在你已經看過兩個架構 所以 你應該更懂 其實是 不一定要這樣做的 是有另外一種做法 另外一百種做法 OK 那這些 這張圖其實 整個都設計完了 就留下那些C給你做 對不對 如果你去設計完這顆CPU 你就知道 它就整個設計完了 就留下那些C給你做 甚至那個Decode根本就不存在 好 組合起來就是一台電腦 這時候 電腦一定要能輸出路 不然那電腦就是垃圾 你們不能接鍵盤 不能接滑鼠的電腦可以幹嘛 就算你要用 如果說 語音的話 或腦波的話 至少也能夠把語音和腦波傳進去 那這 記憶體配置 OK 螢幕映射 這些可能是各位的障礙 那 當你碰到這些障礙的時候 記得 問我 OK 那 其實 Andre Touches的老師真的做得很好 他們一整個團隊在做 所以 我特別開了一個社團 不是各位的課程社團 而是 對所有人開的社團 目前大概也已經有三四百人加進來 那 萬一 你這門課沒過 萬一你重修了 建議你加入這個社團 在上面 會有一些 對應的資訊 有很多人討論 你可以在上面問問題 大家一起學 比自己學要快 就好像我們正名補習班的成員 大家一起學 比自己學要快 有很多同學學不會 不是因為他能力比較差 很多同學學不會 是因為他人際關係不好 沒有人跟他一起學 他也不敢去跟人家一起學 那你就累了 所以 朋友是做什麼的 上次我看到一個演講 朋友絕對不是用來借錢 那 只要是借錢的 就不是朋友 那但是朋友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可以跟你握握手 在你心情沮喪的時候 可以握住你的手 就夠了 絕對不是借你錢 那 另外一個是 就是當你功課有問題的時候 他還願意幫你解答 這種是好朋友 但是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帶你去賭博的 那種就是爛朋友 那種不要交 他也要回答 所以 你們還有主義器 虛擬機便義器做一些 metadata 這個基本上是系統程式那門課 你可以從Name to Tetris 重新再學回來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要跟各位上的 那我剛開始講過玉樹則不達 但是現在已經快11點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弄完今天的東西 怎麼樣給各位口試完呢 好 告訴各位沒有關係 如果到12點之前你口試不完 下午1點繼續到這邊加4來 我會一直在這邊跟各位口試到全部口試完 或者4點半到了 我得回家吃晚餐 準備吃晚餐 否則老婆會生氣 那應該4點半之前我們是可以口試完 最多到5點應該不能再拖了 那為了要讓口試更順利一點 這裡有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你來找我口試的時候就是最終口試 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那意思就是你全部準備好了 不代表你全部都要做完其題 而是你只有一次機會 你找我口試這次機會就定你的成績 所以沒有第二次了 那譬如說你念到你七題就做到第三章 之後你也不可能做了 因為你今天沒 你不可能今天在這邊當場做嘛 所以你就是到第三章 那你口試 一樣我就給你口試到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你就沒有分 你只念到數位邏輯 沒有念計算機結構 你來找我口試 那我只能問你數位邏輯的問題 我會再問你一下 你有沒有上計算機結構 那我可以問你計算機結構的問題嗎 如果你說不行 那你就只有數位邏輯的分數 你沒有計算機結構的分數 這樣清楚嗎 好 那至於會不會及格 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 所以在我打總成績的時候 我自然會判斷你應不應該及格 還是你應不應該重修 好 那所以先休息一下 待會11點10分 我回來 我們就開始 第一階段的口試 我希望第一波的口試同學呢 是五章全部都做完的 洗禮全部都做完的同學 好嗎 你來找我口試 OK 第二波才是等這些口試完 才是接下來的同學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謝謝 谢谢大家